大家好,初次见面 我是Dr. Shen,我是美国的一名定理医生 我是毕业于国内的大陆的某医学院 本科毕业之后呢,我就来美国做了博士 在念博士的期间,我顺利通过了step1,step2,step3 所以博士毕业之后呢,我就成功match到了Cleveland Clinic 做pathology residency 之后我又去了John Hopkins做GI liver pathology fellowship training 毕业之后呢,我终于做了主治 现在呢,在大农村乡村地区做一名定理医生 那今天呢,我先带大家参观一下我的办公室 打开大门就是我的办公室啦 我的办公室不大,但是被我布置得非常的温馨 有我两个女儿的照片在书架上 这是我的老二,她现在一岁 这是我的老大,她现在三岁 Centerpiece就是Hopkins的医学院大楼 毕业的时候老板们写上了很多祝福的话 然后这是我的pathology,APCP的certificate 上面是Hopkins Fellowship 这也是Hopkins Fellowship的certificate 再上面是CCF的certificate 去年的时候呢,Hopkins还没有过来一盏灯 这盏灯上也刻了我的名字和学位 Dr. Schell,MD,PhD,John Hopkins School of Medicine,2022 书柜上放着我一些目前需要常用的一些书 我是主要做GI liver的 有 liver biopsy, breast biopsy,还有其他的一些文献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杂质 然后最后一层呢,放着季节性的一些装饰门口的东西 这里主要就是我的工作台了 这些是我看的,今天要看的一些case 这是我的microscope 我的主要的伙伴,工作伙伴就是他 然后有两个显示屏 然后有一些办公的笔啊,纸啊 还有我的水杯 我要多喝水才会健康 这是我领风骂的一些小抄 然后呢,是我们这个月的牌颁表 还有placenta摊牌的一些小抄和笔记 这个架子上还有我PhD的毕业证书 那也是好几年前的了 这上面写了Doctor of Philosophy 这个柜子里装着一些女生要用的东西 首先就是润唇膏 最近天冷天干 然后还有牙刷 牙线 我最近在整牙 每次吃完东西都需要 及时清理 还有一面粉色的小镜子 还有一只口红 主要是用来提升气色 最后我有一副防蓝光的瓶光镜 主要用来保护眼睛 好,我要开始看片子啦 那我们下次再见再聊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哦 谢谢